1960年9月6日 第十七屆罗马奥运 当年才27岁洋传广 十项全能最后一项 一千五百公尺比赛拿下第一 总积分八千三百三十四分 值一五十八分之差 输给了在加州大学的学长 Jones拿下奥运银牌 这是全华人也是台湾 在奥运史上第一面奖牌 1991年9月6日 苏联解体后 列宁隔热经由市民投票 决定恢复圣彼得堡的救命 同时也修改了 大量苏联时期的室内地名 圣彼得堡俄语俗称为彼得 但每年的列宁隔热解放日 俄罗斯建军节 还有胜利日这三天 圣彼得堡对外人称为列宁隔热 以纪念当年列宁的十月革命 是从这个城市发起 蔓延到全国 2007年9月6号 意大利歌剧《南高音》 鲁西亚诺帕华洛地因遗脏癌 病逝意大利家中享受71岁 帕华洛地在1970年代 已经在欧美歌剧界走红 1990年他和西班牙卡列拉斯 以及多明哥 在世界杯足球赛同台献唱 被乐坛公认为世界三大南高音